来自法国的摄影师于白十年前定居台湾 他每个周末晚上都会上街拍下台北的夜生活 他不拍漂亮的夜景或者是知名景点 反而钻进小巷子里拍摄台北人的生活样貌 他说如果你停下脚步慢慢感受 你会发现这个城市真的非常丰富 我们来看看阿多阿眼中夜晚的台北有多迷人 五光十色的招牌 马路旁的小贩 骑着三轮车的老先生 这些都是法国摄影师于白眼中的台北夜生活 他说最喜欢这一张两个人在摊饭前买东西的照片 我会很喜欢的一个台北就是说感情很丰富 很深刻 虽然感情来有一点不是整理得很好 但是感情非常多 非常深 法国摄影师于白十年前来台定居 每个礼拜五晚上都会在街上拍下他眼中的台北 他不拍漂亮的夜景反而钻进小巷子拍当地人的互动 他说这就是台北最原本的味道 这种台北人我非常喜欢因为他们也是带很多的故事 他们对他们的那个晚上里面的这个台北市的欢心 也是拥有一些非常丰富的互动关系 吃宵夜的民众以及早起准备开始的店家都是他最爱的主题 如果你是停下来 然后慢慢感觉到你就会发现这个城市因为人的关系 就是非常丰富 下次走在街头 记得放慢脚步 也许你会发现大城市里的人行位